看到因为称谓不当引发了争议 台中有远景处理车祸的时候 对一名50岁的女子问说 阿嬷你有没有怎样 对方听了觉得不高兴 回说我很时尚 怎么叫我阿嬷呢 觉得自己被叫老了 经过投诉 台中市交通大队发了公文提醒 远景在执行勤务时 要注意民众的称谓 应该要一律采用 同学 小姐 女士跟先生 这四种称谓称呼 避免造成不良观感 50岁的女子 你会叫她什么 礼貌性的可能是小姐啊 或者是姐姐啊 阿嬷上还好呢 就是叫阿姨之类的 台中有远景处理车祸的时候 问一位50岁的女子说 阿嬷你有没有怎样 对方听了回说 我很时尚 怎么叫我阿嬷 觉得被叫老了 会让你受伤吗 是什么 是让我受伤 阿嬷吧 好像每个女生都会 比较喜欢人家叫年轻一点 不舒服但是不会反驳她 默默的离开这样子 经过投诉台中市交通大队发公文 给各分局提醒 远景执行勤务 要称呼民众应注意适当称谓 以免造成民众不良观感 而看起来比较年轻的 我们建议她为 尊称她为小姐 如果说她比较资深的 我们建议尊称为女士 台中市交通大队证实 有发文给各警分局 统一律定四种称呼 如果是年轻人看似学生 部分男女统一称呼同学 如果是年轻女性 统一称呼小姐 资深女性则是统一称呼女士 至于男性除了年轻学生之外 都叫先生 现在人保养的不错 看不出年龄 往年轻的称为叫 就不容易出错 记者陈一陈士杰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